字幕君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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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Paul 你来到做我们的嘉宾 今天就离开Office 到外景了 到外景的时候 我们虽然认识Paul 在几年前就在政府工作 离开政府近四年 是 差不多四年了 你现在干什么 我现在在做一个文化企业 就是搞文化旅遊的 就叫做walk in Hong Kong 中文叫活現香港 所以顧眠思義我們香港到處走 經常逛街 所以來後面的百姓廟 都是我們經常會來的地方 中文就是一個形音 但更講到我們的精髓 就是希望把香港最有趣 個人有趣的一面 去活現出來 去給訪客 和給我們香港的人 希望一來更加認識 香港有趣的一面 二來就是我們香港人可以 一個比較強的歸屬感 你剛才說的兩種字 尤其是那個詞語叫做文化產業 前面我聽得明白 你說到處走 帶別人有歸屬感 看看香港 我明白 但變成產業 其實它暗藏的字就是 這件事是一個謀利的生意 但據很多爸爸媽媽 上一輩大家都知道 做文化是找不到的 但是你這三年 是否真的行不行 一來做文化沒有發達 二來做文化沒有錢 三來就要把它變成企業 很多人都不會做 確實這個是香港普遍的情況 我們說文化產業 它真是可能現在比較盛行的幾個東西 一個是比較高檔少少的文化 可能是藝術收藏 要不就是一些流行文化 你講例如其他一般的文化 尤其是我們講香港的歷史文化 不同的地區 一些特別的知識主題等等 可否把它變成一個產業 其實香港沒有什麼特別事的 我們有很多人可能會做一些社區遊 文化道上等等 但多數都是非政府組織去做的 都不是嘗試去將整件事 變成一個自負營規 它可以在找到的市場價值 之後要接受非常之嚴厲 嚴酷、殘酷的市場競爭去生存 那我們就覺得這樣都不是出路 有少許糖水滾糖穴 所以就決定當初做大概三年前 2013年8月的時候 就決定不如不要這樣 我們一元的捐款我們都不拿 我們就嘗試去將這件事 作為一個服務 就是以香港的文化歷史為根本 去衍生出不同的服務 包括導賞團 包括逛街的服務 包括一些的諮詢 一些consultant 一些幫人想設計 獨特的香港的行程 有些培訓等等 嘗試希望純粹用那個服務 就是希望那些人覺得 真金白銀給的時候 就不是說 覺得你做些事很有意義 又或者少許可憐你 又或者少許支援一些 慈善服務 就不是 他真的覺得這個服務 是他幫到他的 他需要的 而他願意真金白銀 去給某個價值去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希望 當初做活現香港 那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但是如果我們說香港 剛才你說出來的東西 看起來最理想 但是外國是否真的 有沒有這一行業 或者是否其實香港是沒有 其實全世界都沒有 那就真的 這個產業是不存在的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其實你講很多外國的地方 很盛行的 我們講歐洲 我打算是歐洲 美國等等 其實你會找很多這些 就是以那個地方的文化 為本做的旅遊的項目 和一些的文化項目 有一個社會的土壤 我們是需要的 例如你整個地方 對於文化是尊重的 喜歡自己的故事的 會對自己的歷史文化敏感的 就不會說 會自己見自己 有些什麼樓會拆開它 或者有些什麼地方的東西 完全一點都不理 有一個比較好的土壤 變成一些人就覺得 其實我們都值得 可能去平時的消費上面 我們都值得花點錢去支援 或者去光顧這些機構 香港或者亞洲來講 其實都普遍是比較 算是落後一點 尤其是香港這個地方 一來我們的教育不是很著重 認識我們自己的地方 除了近年就比較好些 可能說近年十幾年 我們講很多的本土情懷 想知道自己的歷史前世今生 不會說有些建築就這樣去拆掉它 但是你看到整個社會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營運的項目 你確實要有一個所謂的經濟的支援 在背後 所謂的產業鏈 我們現在就未能看到那個產業鏈 但是這個產業鏈最大的問題是 我剛才看到有一件事 我值得去買 我又可以給到錢出來 但是大家都知道 香港創業的成本 遠遠高於我實際的收入 很多時候 我們有大量的租金 我們有行政費用 香港市場非常之小 在你的角度 這三年的創業經驗 我們是不是在文化上 都遇到這些問題 是的 非常痛苦 因為你一牽涉要租 因為我們有些旅遊的監管要求 我們需要一個辦公室 需要一個租金 人工在香港絕對不便宜 還有 如果你想要一個好一點的經驗 你又不可以像道遊阿珍 那些你要找一些最好的人 他願意去讀書 做一些研究資料搜集 還有是一個很講到的故事的人 做我們的導賞員 那你又不可以太過刻薄他們 所以人工上又會是貴 第三就是整個市場的競爭 其實都挺激烈的 因為我們不只是說和文化活動去競爭 我們就和所有消息活動去競爭 所以那些人以前可能會喜歡 像阿珍明 去遊船河 吃一下 煮一下食物 學一下 有些工作活動那類的東西 你怎樣可以吸引到他們 會員覺得其實星期六日 可以到處去逛一逛 對他自己來說是一個很享受的經驗 很有得著的 還有願意給那個錢 其實我們就是和不同的活動去競爭 但你這個我明白了 去到最後我們如果一個小朋友 或者年輕人 甚至乎年紀大的 我們要買消費產品 如果真的玩的 唱卡啦OK 以前真的從外國引入過來 大量去做到 我們去看電影這些可以做到 但你這個情況是作為一個娛樂項目 或者作為一個消閒項目 現時香港人有沒有個習慣 就是說我是去欣賞文化要付錢的 我們欣賞知識是要付錢的 我們有沒有這個土壤去做這件事呢 就還要需要努力 因為很多人問我們 提供一些服務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覺得合理 但人們都會覺得有點貴 通常那些反應很有趣 一來就說 為何你這些東西要收錢 這個最莫名其妙 第二就是 這些不是慈善項目來的嗎 你不是應該當慈善去免費給別人 或者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去給別人嗎 跟最近那些明星說 我找你表演和給你機會一樣 邏輯一樣 因為如果這件事是質素好的時候 它一定不會是便宜的 或者始終有一個成本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強的時間 很多時間放進去 很多的心機 這些東西我們都應該是有一個價值 另外很多時候 人們都覺得這件事不是所謂必需品 不是必需品的時候 為什麼我一定要幫助你 但我們發現其實又有些不同 我們會見到一個轉變 因為如果純粹是做所謂道上團 或者一個週末的消閒活動 你可以選擇 但我們發現其實另外一個所謂商機 或者可以發展的方向就是 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企業 越來越多的品牌 很需要講求一件事 就是將自己的品牌落到地 能夠有很強的故事性 很濃的人情味 還有要將那些東西 有某種的文化聯繫 跟香港比較大 和它的故事 可以建立到一個所謂的感情聯繫 這種感情聯繫不會變出來的 你需要有一個基礎 你需要有一個醞釀 往往我們發現 很多時候的設立點都是所謂的本土故事 本土的文化歷史 和不同地區的情環 所以我們就開始有少少 開始有很多人找我們 不是純粹是做一個 可能的逛街團 那麼簡單 它可能是想一個活動 或者整個計劃 就是幫它的品牌 幫它的公司 去做一樣和本土文化有關的項目 無論是展覽 無論是拍片 無論是出版 無論是一個社會服務的項目 等等 我們就開始 不是 其實除了走街 本身那麼簡單之外 其實它就有多了很多的可能性 我們就將自己變成了一種 變成了本土的賺錢派 不是本土文化有關的服務 下一節回來 我們這裡就講了本土 或者本土文化 如何進行產業化 我們之後就講一下 其實我們在土壤上 因為剛才你說的東西 你可以在香港做 你可以在台灣做 可以在國內做 以香港這麼小的市場來說 我不單止相信 是一個商家可以做到的 我相信政府 在不同的基礎建設下 都要做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講一下 基礎建設 究竟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做進行的 にも ö,